有些地方因為你會發現 錄製下來的東西 其實還蠻多地方就變成固定了 比如說14-103 那103如果變動的話 那豈不是你將來這個範圍會錯誤 這邊也是會有錯誤 所以這個就將來可能需要把它當成一個變數了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樣可以再跨到另外 就是你要能夠做修改 那你必須要再學會所謂的那裡面的相關規則 就是了解VBA的程式撰寫方法 那當然裡面需要怎麼去寫 第一個你要知道說 在VBA裡面呢 在這個VBA裡面第一個 如果你要產生對應的按鈕有沒有 它其實基本上就必須要是一個開頭叫SUG的東西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給它一個名稱 然後一個刮鬍 然後結束就END SUG 反正它結構一定是長這樣 這樣子的結構將來你就可以對應到一個按鈕 OK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要如何撰寫這個程式 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首先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 如果說我今天我不用錄製了 我要自己寫 可是我要怎麼寫 那方法當然好幾種 所以第一個 我們如果把這個模組部分的話 你可以寫在下面 也繼續寫那個VBA沒有問題 但是我 我們為了說把那個程式做區隔 所以我在這個模組上方按右鍵 請各位再插入一個模組好了 可以把它分開 你可以放一起也可以分開 不過我覺得分開比較OK 比較不會混亂 插入一個模組 那這個時候呢 它會幫我產生一個Module 2 也就是說我可以把我要寫的放這邊 至於那個名稱以後能不能改 其實可以啦 你可以把檢視裡面的那個 屬性視窗叫出來 它這個叫Module 2嘛 如果你不想要叫Module 2 你可以在這邊做修改 Enter就可以了 OK 目前我就不做修改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撰寫一個 類似像剛剛的這樣功能 的VBA 不是錄製的 是自己寫 那怎麼開始 第一個 一樣 我們可以從上面插入什麼 一個程序 那這個程序的話呢 就是預設是SUB 我們只要給名稱就好 比如說我如果要寫那個 自己寫的話 兩種方法 一個是我把 像剛剛錄製劇 是把公式放在儲存格裡面 讓它自動執行 那一個是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我把我後面三個欄位 串接完再把結果丟到儲存格 裡面兩個方法 那我們先 講第一個方法 就類似像剛剛錄製劇一樣 但是我們自己寫 那怎麼寫 一 先產生一個 SUB 上面名稱我叫做什麼 叫做 取一個名稱好了 也許像我那個獎益裡面是用門號 底線 underlight 名稱的話呢 符號裡面只能用underlight 底線 然後呢 也許我是要 輸入在那個 出這個裡面輸入公式 OK 好 那我就門號底線公式好了 就這個名稱 那底下的形態都不要改 我們用SUB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嗎 它其實是自動幫我產生什麼 一個Public的SUB 名稱就是這一個 其實特別注意 這個Public就是共用啦 要不要跟其他專案共用 不過目前這個有跟沒有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如果你把它刪掉也不影響 OK 或者另外如果你不用插入程序 另外一個方法 你幹什麼 打一個SUB 空一格 門號 其實你enter 也可以啦 兩個方法 看各位習慣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寫什麼 其實接下來你要學第一個 在eSale 按個TAB 在那個eSale裡面最重要的 這個算是單位 應該叫儲存格 也就是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資料丟到哪個儲存格 所以你要學會一個儲存格物件 叫Sale 加S Sale就是 應該叫S 不過它這邊叫儲存格 Sales就是這個 工作表裡面的所有儲存格 一個集合 那你把它打一個牽掛 我會特別說Sale一定要加S 它會問你 有沒有 這個粗體字 如果就是哪一列 哪一列呢 這邊我要輸出的是 第四列有沒有 這一列 逗點 它會問你第二個問題 那你要輸出到 這個工作表裡面的哪一欄 第四列的 ABCDE 你就輸入5 後瓜糊 它就知道了 加個等號 後面加兩個雙引號 意思是說我要輸入東西 算以後是一個文字 那不過先跟各位講一下 前面這個5 其實如果 你將來呢 你要再去算 反而我覺得不方便 一般習慣 你可以另外 第二種方法 你可以直接打 一個文字 不過特別需要哪一欄 你可以用這樣 你可以用1 這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 假如說 假設比較前面的欄還好 1、5嘛 算得出來 那如果 假設是X是哪一欄 X ABC 算了 你剛才打X算了 23 23 我不會是算那個 你就打X就好了 OK 我意思是這樣的 OK 如果你意思要打23 那也沒有問題 OK 因為它兩種模式都可以 OK 只是說一般 應該沒有 習慣上 我還是用這個方法 比較簡單 OK 其實寫程式 真的不要為難自己 最好是那個 完全不要記得 很直覺 可以把它寫出來 那個就是好方法 所以為什麼我會這樣寫 都有道理的 我是直接告訴你 我平常寫的習慣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寫 因為我覺得 我不想記太多 我會告訴你就是 我想到最簡單的方法 OK första OK 你 現在 我不看到